来上课咯!今天的课表是初级攀岩确保班 我们上课的地方是在青少年发展处9楼的Y17攀岩馆 课程主要目的是在学确保 什么是确保呢? 通常在人工延长攀登时 绳索架在上方的固定点 攀登者和确保者分别握着绳索的两端 当攀登者向上攀爬时 下方的确保人逐渐收回绳索 让绳索保持收紧的状态 若攀爬过程中攀登者不慎松手 最弱的距离就几乎只有绳子弹性所造成的落差 学会确保的话 可以让自己和绳扮的安全更有保障 会想学确保主要原因 是想多学一个保护自我的技能 希望在从事野外活动 或是爬山时增添自己的安全性 虽然学会不一定代表就能上手 但不学的话根本也没给自己上手的机会 上课前先挑攀岩鞋的尺寸 教练说要穿起来紧但不会痛 所以脚趾头顶到前面是正常的 接着是认识相关的设备 安全吊带、确保器和绳索 这些设备都有相关安全认证的规定 攀岛者和确保者都要穿上安全吊带 穿上前要先检查腰带、平环和所有的脂带 看是不是平顺也没有缠绕 穿上后要确认松紧度和脂带是否有扣好 毕竟这是保密的吊带 可不能马虎 教练还特别交代 除了检查自己的吊带 还要检查绳瓣的吊带 因为在攀岩厂上确保者是要对攀登者的安全负责任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我们不可能徒手做确保 因为坠落时的摩擦力不是双手可以承受的 这时就需要确保器 确保者用确保器连接绳索增加摩擦力 达到自动目的来确保攀登者的安全 常见的有Grigri和俗称猪鼻子的ATC 因为绳索是透过结绳扣在安全吊带上 所以还要学习如何打双八字节 除了要能自己打 还要能帮绳瓣打双八字节 我们今天先操作Grigri的确保 上课的时候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手忙脚乱 尤其是当绳瓣换成教练时 毫无预警的Fall真的让人脑筋一片空白 刚刚学的全部还给教练了 这样下去怎么考试呀 专心上课去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下回见